主料,奶粉150克,鸡蛋4个,面粉50克,核桃仁20克,辅量,油,盐,白糖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先将鸡蛋打到碗里,绿续蛋黄,用打蛋器把蛋白打到泡泡状,充150毫升的牛奶备用,放2勺白糖,3大勺面粉在蛋黄里,将冲好的牛奶和蛋黄, 一起上下搅拌均匀,然后加入一半的蛋清,也是上下搅拌,最后倒入全部的蛋清上下搅拌均匀,和糖拔出核桃仁来备用,没有蛋糕膜,我准备了4个一次性纸杯,杯底抹上橄榄油,将准备好的蛋糕液,均匀的倒入纸杯,因为是初次尝试,我不敢倒太多,盖住杯底过一点就行了,将核桃仁撒在蛋糕液上, 将纸杯全部用保鲜膜密封,放入微波炉内,高火5分钟,5分钟不到,就满屋子的蛋糕香味了, 笔电半锅做的香味要懂很多哦,打开一看,哈,挖得好奇呀,笔电半锅做的要成功很多哦,烹饪技巧,一定要用高火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小纸杯,打开一看,哈,挖得好奇,打开一看,哈,挖得好奇呀,